前幾天我挖出了一批表現還不錯的彩虹敲心蟲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他們的表現 順便聊聊這種甲蟲的飼養方式 以及它為何如此值得飼養的原因吧 相信在許多人心目中 彩虹敲心蟲是最美的甲蟲之一 我也不例外 第一次看到色彩如此、絢麗多變的甲蟲時 我實在非常震驚 這事實上真的存在這種如藝術品一般的甲蟲 不過啊,其實我飼養彩虹敲心蟲也是近三年的事而已 以前我並不是特別喜歡彩虹敲 很奇怪對吧? 我以前只喜歡體型較大的品種 只要體型夠大我就喜歡 但是這種審美方式很快就疲勞了 於是我開始追求一些更精緻、更具特色的甲蟲 有位養蟲的前輩告訴我 其實有很多甲蟲一定要實際放在手上 看到屍體後才會勾起你心中的惡 讓你突然愛上它 並心甘情願的帶它回家飼養 最近我才真正感受到這句話有多麼正確 電影響 彩虹敲心蟲的飼養並不難 有溫控的狀態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雲之菌瓶 用菌瓶飼養彩虹敲的具體操作是 又從從產房挖出來後直接入菌瓶 大約兩個月後換第二罐菌瓶 之後是進食狀況決定是否換第三瓶 當然用墓穴飼養也可以 但是試預期可能更長 結果也要看墓穴品質和操作方式而定 我個人比較推薦直接用菌瓶飼養 由於彩虹敲具有各式各樣的色系血統 而且最大體型可達68mm以上 因此飼養彩虹敲的樂趣是非常多樣的 首先你可以收集各種色系 我的願望當然是收藏各種色系及其漸層色的個體 再來是體型的追求 透過經驗累積,參考別人的做法 為納並調整出適合自己的飼養方式 進而追求體型 最後就是玩調色盤 不同色系間的雜交 觀察混色後的後代 顏色表現是否能得到預期的結果 並逐漸透過純化顏色 創造出自己的色系 當然啦 這是需要無限的熱情和時間 才能達成的目標啊 這批彩虹敲的試預結果 個人相當滿意 綠彩、紅彩、黑彩和朴彩 都有超過60mm的個體 且絕大部分的個體都在55mm以上 各色系也都有特別出色的個體出現 將不同色系的大型個體放在手上把玩 實在太香了吧 你心動了嗎? 是不是也想擁有不同色系的彩虹敲心蟲了呢? 趕快加入我們的LINE官方帳號看看喔!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觀眾 請別忘了按讚、訂閱並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更新通知喔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觀眾 請別忘了按讚、訂閱並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更新通知喔 別忘了追蹤我們的FD粉專和IG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我們分享養蟲的種種趣事 我是山林蟲房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